欢迎收看11月25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佳旋 新闻开始由股市走向 市场缺乏新鲜指引 尽管马鑫两国已经确定在下个礼拜一 落实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BTL 但依然未能够提振市场情绪 马股窄幅波动失手1520点大关 闭市时跌了4.67点 收报在1517.60点 在互利方面 美国联储值很有可能会加快升息 以及缩减购债步伐 马肺兑美元即昨天跌穿了4.20之后 今天再走遍报4.2295令吉 马肺兑美元也走低至3.0914令吉 接着有企业BLMV的单元 首先来看云顶和云顶大马 截至9月的业绩报告 受冠病封锁措施打击 云顶第三季收入提高6%至35亿0215万令吉 但净亏损却从1亿3,075万令吉 扩大到3亿4,455万令吉 累计9个月 尽管云顶的营收增加2%至86亿9,191万令吉 但依然亏损12亿3,984万令吉 多过前期的10亿4,912万令吉 云顶大马同期表现相对强稳 第三季的营业额虽然大跌 跌42%至8亿2,627万令吉 净亏损却由7亿0,464万令吉 缩减到2亿8,925万令吉 云顶大马首9个月的收入减少35%至22亿6,749万令吉 赤字则是降到11亿2,095万令吉 远低于前期的20亿2,301万令吉 展望未来 云顶认为在疫苗接种加快 边境逐步开放等力多推动之下 大马已至其他市场的业务将会持续复苏 该集团也审慎乐观 看待未来的业务展望 高档基纯机品牌Dyson炮轰 大马代工商开泰 对待员工的方式并无长足进展 因此决定撤除部分的生产线 在最大客户终止合作之后 近期因为业绩转亏 而节节败对的开泰 今天更是兵败如山道 股价应声跌停 大跌35仙或30%降至82仙 写下6个月新低 成交量超过7303万股 在开泰痛失大顾客之后 Dyson其他大马代工商有望渔翁得利 股价纷纷上扬 其中星光资源一度飙升54仙或30% 升上二令吉34仙涨停水平 之后面对套利 必至时收报在一令吉99仙 全天依旧上涨19仙 另外一家代工商微成 最多上涨23仙 涨至一令吉65仙 过后回首一令吉54仙 全天上涨12仙 最后来看马股市值最大公司 马来亚银行的最新业绩报告 截至9月第三季 马银行营业额收报在111亿4647万令吉 按年减少了19% 由于收费收入下跌 净减值损失去增加 这抵消了净资金 收入增长优势 致使马银行净利减少14% 录得16亿8470万令吉 该公司的净减值损失 从8亿0590万令吉 增加到11亿3000万令吉 马银行说 过世两年因为冠病病毒变种 加上行管令 国内外商业以及经济活动备受打击 而该公司自去年2月起 一直都通过还贷援助 贷款重组以及重新安排 协助客户减轻现金流的负担 并得以为止生计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